你跟朋友去看舞台剧吧 我有两张免费入场券 本来呢 难得可以跟你去看舞台剧 还有吃晚餐 可惜最近为了医学会 忙得不可开交 我 不可开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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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你最近好像整个人都亮起来了 是不是有开心的事啊 我 没 没有 这 偶尔去闯闯祸 整天只小的待在学校跟家里 我都觉得好无聊 别那么乖 刚才我看到石军在图书馆呢 不愿意就算了 到了这个秋天我们也到了失婚年龄 我们还太小不等人情世故 至少还要再两年才会长大 如果还小贝利特公爵怎么可能求婚呢 但是这么早就结婚太不甘心了 因为真诚的爱随时都可能会出现在眼前的 真诚的爱 你还相信这种玩意儿啊 当然相信啊 遇到我心灵的另一半一辈子能够相依偎 这不就是神赐给人类的一种祝福吗 为了等待另一半变成老太婆怎么办 爱情要趁年轻才有戏唱 发霉又有皱纹的苹果 还有什么人愿意花钱买嘛 与其被一个吃一口就丢弃的父亲害买走 我宁愿维持身为苹果的尊严 高雅的腐烂 贝利特公爵不是那种不懂事的小孩子 嗯 怎么能够证明这一点呢 不然这个地方 哪里还有比他更完美的新郎人选呢 你觉得不好看吗 我认为还不错 他的重点就是人生很疲惫又很痛苦的意思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还要拐弯抹角 没 没错 这什么 你 明天开始 我 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念书 你要我准备大专联考 你 你 你是不是不不不高兴啊 没有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我们走吧 我还有事 我跟别人约了 走吧 爸 你是不是不地吵架呢 那可是简单就争了 我那些不忍得过 你我自己与我便宜啊 我便宜了 我还不忍得了 那些不忍得了 我不忍得了 我都很忍得了 我还不忍得了 是 你们不能待你 那些不忍得了 我我还不忍得了 dul功 你现在什么事也别管 暂时让他去吧 你也知道弑君哥 他最不喜欢靠别人帮忙 去做什么事了 那小子的固执我最清楚了 这一点我也最欣赏了 爸 你今天好像好很多 轻一点会通啊 爸 哥那个交往的对象 你就答应他们交往嘛 不可以吗 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跟他见个面嘛 他很善良的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妈妈见过他了 哥他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孩子 到目前为止 哥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那个女孩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是孤儿吗 当然这也是问题之一啊 但是 不光是为了这个 就是因为他太善良了 所以才不行啊 善良就没办法搞定那小子 第二呢 像明浩这个家伙 绝对不会跟那个女孩结婚 这是最大的原因 我早就看透她了 所以最好不要管她 中文字幕——YK